宇文云共立五位皇后,分别是天元皇后杨丽华,天元帝后朱满月,天中皇后陈月仪,天佑皇后圆乐上,天左皇后玉池赤凡,宇文氏全都被杨坚无害化处理了。 那这五位宇文云的枕边人都落了个什么结局呢? 下面,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点个订阅不迷路,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仅仅存在了38年的隋朝,犹如稍纵即逝的烟花一般。 实在是个短命的王朝,隋朝在历史上可谓声名欠佳。 其灭亡主要因归因于隋阳帝的暴政,然而,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却是一位有为的帝王。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四分五裂,割据混乱的局面。 在历史上留下了化时代的非凡意义。 隋书记载,杨坚是个不阅诗书,素无学术之人,可见他的文化素质必定一般。 而从历史上,杨坚带兵作战的几次经历来看,他似乎也不是个骁勇善战,勇武神志之人。 因此,清代的史学家赵义曾评价杨坚,古今得天下之意者,未有如隋文帝者。 也就是说,杨坚能够慵懒天下而成了开国皇帝,这里面实力的成分并不算多。 很多史学家认为,隋文帝杨坚开国建制的过程并不十分光彩。 主要是因为杨坚当年是靠着欺负孤儿寡母而尚未为王的,是从自己亲外孙的手中夺来的天下。 唐太宗李世民曾评价杨坚说,他知人性善恶,多疑敏感,恐群臣内怀不服,故不肯信任百思。 由此可见,这样一个能低会寡,敏感多疑。 欺弱窃国的皇帝的确资质平平,如果不是因为有时运的加持,恐怕他做皇帝还当真难以服众。 以富翁之亲,安坐儿登地位的杨坚原本只是个外戚,他看好了江山皇权,于是就硬靠着欺负孤儿寡母上位,而他欺负的寡母还恰恰是他的亲生女儿,周宣帝的皇后杨丽华。 那么,杨坚这样一位毫无长辈丰度,欠缺男子气概的帝王,又是如何对待前朝周宣帝的五位皇后的呢? 德国不正,靠欺负北周孤儿寡母上位的隋文帝杨坚。 在古代,每位开国皇帝上位的手段和方法各不相同,一大部分开国皇帝是靠戎马征战而横扫一切阻碍。 继而赢得天下的,除此之外,一些皇帝是靠着逼宫篡位,手足相残而上位的,还有一些皇帝是通过发动兵变,小范围武力夺权而上位的。 总之,看中了江山皇权的男人,基本上都是通过应武力来得到设计伟业的,很少会出现如隋文帝这种通过欺负自己的女儿和外孙来夺取天下的皇帝。 公元541年7月21日,杨坚出生在陕西华因一个官宦家庭之中,他的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开国功臣,因其从龙有功而被周五帝赤封为隋国功。 杨忠过世后,杨坚承袭了父亲的爵位,身为大将军,手握兵权的杨坚,沉闻寡言,目露威严,因而,他时不时地就被北周的一众权臣所忌惮。 杨坚知道后,只能暗中加强自我防御,他表面上依旧淡定自若,丝毫未流露出娇恐惧怕的神色。 杨坚与自己的爱妻独孤氏感情甚笃,独孤氏一身为夫君待遇了五子五女,夫妻二人甚为钟爱的嫡长女名为杨丽华,在父母的惊心爱喝之下。 长大后的杨丽华逐渐出落成了一个显雅温婉,端庄秀丽的大家闺秀。 杨丽华在十岁那年接受了父亲杨坚的安排,参加了后宫选秀,因为他样貌和身段伶俐出众,因此很快就被选入宫中。 当时的皇帝宇文雍建杨丽华家世显赫,端雅持众,便亲定与太子宇文雲成婚。 就这样,十二岁的杨丽华成了北周的太子妃,婚后的第五年,宇文雍去世。 二十岁的太子宇文雲继位为帝,也就是历史上的周宣帝。 周宣帝登上帝位之后的次约,便册封了杨丽华为皇后。 历史上的周宣帝并非一代民主贤君,他年纪轻轻就开始荒云放纵,终日沉沉沉在酒色当中。 不仅拥愧无能,而且还创造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武后同历,公元579年。 无心理政的宇文雲为了肆意玩乐,将皇位善让给了六岁的儿子宇文产,并自称为天元皇帝。 然而九色是刮骨钢刀,宇文雲因纵情声色,不知节制而逐渐掏空了身体,退位第二年就轰视于公众。 此后,正宫皇后杨丽华变成了皇太后,尽管当时的后宫中武后同历,而且小皇帝宇文产还是宇文云所立的第二位皇后朱满月的儿子。 但为了刚正朝安,皇权稳固,朝臣还是请众望昔归的正宫太后杨丽华进行辅政佐治。 就这样,幼帝宇文产尊奉太后杨丽华为嫡母,杨丽华自那之后便开始扶持年幼的宇文产长政理国。 杨丽华对宇文产视如己出,二人虽非嫡亲母子,但却始终相处融洽,彼此信爱。 杨丽华膝下只有一个亲生女儿宇文娥英,她成了太后之后,别误他想,只愿岁月静好,右弟执政安邦顺利无忧。 然而令杨丽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那既是国杖,又是辅政大臣的老爹杨坚,竟然动了夺江山,当皇帝的念头。 尽管杨丽华极力反对父亲杨坚,篡位窃国。 可他却无力保住夫家的江山,公元581年,北周静帝宇文产,同意善位给杨坚。 其后,杨坚为了永绝后患,竟将包括右弟宇文产在内的几个皇子,全都杀掉,手段极为残忍冷血。 同时也令朝野一片哗然,心疼杨子宇文产的杨丽华,悲愤不已,却又无能为力。 自那以后,他一直不肯原谅父亲杨坚,终日不问世事地冷淡过活,直至病逝。 荒唐的周宣帝创造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午后同历。 周宣帝宇文云是北周的第四任皇帝,他在位时间不过短短一年而已。 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荒淫放纵,昏庸无道的恶名,宇文云在世的时候深爱美色。 其实,古代皇帝因喜爱美女而多立几个后宫妃嫔本来也并不稀奇。 可宇文云却绝无仅有地创造了一招同时存在着五个皇后的歧视。 另后世之人,觉得无比荒唐怪异。 北周宣帝的五个皇后之中,出身最为正统高贵。 资格最老的皇后,乃是天元大皇后杨丽华。 她十二岁就成了周宣帝的太子妃,十七岁就被册封为北周皇后,同时又是辅政权臣阳间的嫡女。 因此,天元大皇后杨丽华的资历最深。 而且,杨丽华为人沉稳持重,大度有时,故她是北周宣帝,靖帝时期受到朝野景仰的唯一国母。 周宣帝策立的第二个皇后,名为朱满月。 她本是宫中碧女,偶然一次被宇文云所看重并临幸之后,竟怀上了隆重。 生下了后来的周靖帝宇文产。宇文产是宇文云的长子。 因此,自从周宣帝有心早早让位给儿子宇文产后,身份低微的朱满月,这才母平子贵,进入了宇文云的视野。 公元579年4月,周宣帝宇文云封朱满月为天元帝后,后来又改称其为天大皇后。 朱满月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宇文云的正宫皇后杨丽华。 周宣帝册封的第三位皇后,乃是驻国将军陈山提的女儿,名为陈月仪。 公元579年,陈月仪被选入后宫,先被封为德飞,后因甚得周宣帝的欢心,而被封为天中大皇后。 她一生无子,与唐高宗永辉元年去世,当年,陈月仪与另一位美女元乐上一同被选入后宫。 元乐上不仅人长得标志秀美,而且性情活泼讨喜,所以后来元乐上与陈月仪同时被尽封到了后尾,元乐上的封号为天佑大皇后。 除了以上四位皇后之外,豪瑟的宇文云还曾为了贪慕美色而强夺了他人之妻,将此女霸凌强占之后收入后宫,封为了掌贵妃。 这个女子本是北周重臣豫池炯的孙女,西洋宫宇文云的妻子豫池赤凡。 一次,朝廷命赴进宫面圣,滋柔貌言的豫池赤凡被皇帝宇文云看重,便将其强行留在宫中并占为己有。 几日后,西洋宫宇文云对皇帝无故扣上了一则大罪,他迅速被逮捕,然后受刑而死。 其后,玉池赤凡只好留在皇帝身边,皇帝起初封其为贵妃,没过多久,他就被册封为天左大皇后。 杨坚窃国称帝之后,他是如何对待周宣帝所留下的五位皇后的。 周宣帝宇文云在世的时候,五位皇后个个都前呼后拥,衣食华美,无比风光。 而当国杖杨坚窃国成功后,周宣帝的妃子们自然都不应该再继续留居于后宫。 隋文帝杨坚与他的发妻独孤皇后一向感情独厚,他一直清心寡欲,唯独对独孤室怀有万般柔情。 自从杨坚登上皇位之后,他迅速遣散了北周后宫中绝大多数低阶妃平宫眷,命独孤皇后稳坐中宫职位,执掌后宫大权。 然而,对于周宣帝所遗留下来的那五个皇后,杨坚对待他们的处理方式还是有所区别的。 曾经的天元大皇后杨丽华既是北周太后,又是杨坚的女儿,而当杨坚称帝后,杨丽华就成了大隋的公主。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赤丰嫡女杨丽华为乐平公主,并赐给她府邸数处,财帽无数,但这些都没能让杨丽华消除对父亲的憎恶之意。 其后的岁月里,郁郁寡欢的乐平公主虽然和女儿宇文娥英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但她却始终没有原谅父亲杨坚的窃国之举。 在闷闷不乐之中度过了余生,除了杨丽华之外,周宣帝的天大皇后朱满月,天中大皇后陈月仪,天左大皇后玉池赤凡,天右大皇后元乐上全都被迫顿入空门,出家当了尼姑, 在清灯古佛的陪伴中,走完了各自的人生。 在我国历史上,隋文帝·杨坚并不是一个残暴的皇帝,她虽然不惜与女儿杨丽华反目,从外孙那里窃取了江山皇权,但她却能够在当政期间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 结束了华夏近三百年的大分裂状态,尽管杨坚礼国之事不能用文治武功来形容。 但她做到了勤于政务,重视法治,整治励志,任用贤才,当真算得上是一位有为之君。 别看隋文帝·杨坚,不贪女色,对前朝恭维中的那些女人也足够大度和善, 但她开创的大隋江山却硬生生断送在了残暴豪瑟的儿子杨广手中,想必肯定是出乎了杨坚的意料之外。 隋朝二世而亡也只能证明了一件事,老子是英雄,儿子不一定就是好汉,有时候还可能是个闹蛋。 男士倨坚字张